当你有一个自恋你有老板 大人四 你看我这事 好看吗 我 不好看 穿着像大妈 真没品味 我这可是花大价钱了 钱都也不好看 行 你等着 我还真就不信 过了一会 突然看到韩总发了朋友圈 看见没 这 你们看不看韩总发的朋友圈 可笑死我了 我妈买菜都不穿大歌呀 结果没过多久 韩总又开始自信之路了 都快受不了了 韩总你别唱了 你都以为干架了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唱难听呗 这还不能让人说了吗 别人都说好听就不说难听 我肯定不能谈谎呀 行 你一个人说的不错 多着几个人 真就不信了 没问题啊 谁说谁跪着几晚一个月 成 结果我把同事们都叫来了家里 先让他们偷听韩总练歌 同事们一脸懵圈 都来了 都听见了吧 嗯 那个韩总大家都听了 好不好听其实不重要 刷个完也不累 哎 你怎么说话呢你 这韩总唱的本来就很好听啊 嗯你 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哪不好听了 哎你 你什么你啊 那韩总唱的那当然好听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啊 好不好听 我怎么来 关键是 韩总给的币多呀 每次都厉恬 好不好听 呢